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我们的导播 未来的每周 我就会和各位老师一起 在金牌夜线这个节目当中 接听三通大家打来的倾诉的电话 如果说在屏幕前的你的话 也想要跟我们去聊一聊天 也想要倾诉一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 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91 8834 0791 这是我们24小时来守候的电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倾诉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接听今天第一位网友的电话了 我们麻烦导播把电话切进来 喂你好 这里是金牌夜线 您这边稍等一下 我们电话正在接通中 喂你好 这里是金牌夜线 我是主持人赛娜 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邦克家 打电话过来 是想要跟我们聊一点什么心事呢 最近这两个月 我下载了一个抖音网 然后我就是抱着那个好玩的心态嘛 我就是去看直播 看直播我在那个抖音直播上 那个刷点礼物 是给谁刷了礼物啊 就是一个女主播嘛 然后的话被老婆发现了嘛 这段时间在跟我那个闹 想求助一下嘛 怎么跟我老婆储下去 她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女主播 一个搞笑类的主播 那个女主播 她每天是以PK的方式去搞笑我们的 当时她的状态是属于一个弱势的状态 然后我就是沉测的想去帮助一下她 然后我就那个上一点那个礼物 礼物都是多少钱呢 有的是一百多 有的是五百多 有的是一千多 一千多的是什么呀 那火箭吧 大火箭 哦火箭 大火箭对 火箭你刷过几个呀 火箭我刷了三个吧 前前后后打赏了多少钱啊 一万七千多 你老婆是怎么发现的呢 因为我天天看 我天天看 一个人那个笑得有点那个大声 所以说我老婆就是觉得比较好奇 然后她就那个翻看了下我手机 发现了我给这个女主播刷的礼物 账单嘛 有看到你们的聊天记录吗 知道没有 因为我们的聊天记录 聊完了我就给她算出 聊完了我就给她算出 这个我方不方便问一下 就是你们聊什么 你就怎么会为什么会想要删除呢 按理来说我们一般的聊天记录 是不太会删除的 就是聊我家庭里面的事情 我对家庭里面的一些抱怨 但是普通朋友好像也不太会去 日常抱怨说家里面的这些事情 你老婆看到了你的消费记录之后 你老婆是什么样的行为呢 我老婆就是当时流着眼泪 抱怨我对家庭 那个没有付到一个 那个家庭的责任嘛 孩子妈妈自从 自从跟我在一起 她从来都没有上过班了 哦 她是一个全职太太 对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日常会给家里 用的部分比较多吗 我每天我是固定 那个给我妻子 那个是200块钱一天 买菜嘛 家用日常家用的话 算下来是每天200块钱 你是按天给吗 还是按月给啊 我是按天给 当天结账吗 谢谢 对对对 那你生活上你有过问过吗 比如说带孩子累不累啊 有没有这种事实的关心过呢 没有 我这个人是在生活当中 是一个比较那个初心的人 我们俩夫妻在一起十年了 我没有给他煮过一吃饭 我没有给他做过一吃家务 那之后你有没有改一下呢 我改了 现在我下班 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把一家人的衣服 全部洗掉 我也主动地去学作画 打扫卫生 坚持了我 差不多有两个多月了 哦 那妻子什么态度呢 现在等于就是冷战的状态 只是限于那种 亲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不属于那种 夫妻两人之间的 感情的那种关系 其实我这个打电话 我就是希望你们老师 能给我一个 挽留的一些建议吧 各位倾听嘉宾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补充的呢 抖音事件之前 你妻子是一种什么状态 抖音之前 我们俩一直都是和平相处的 因为是这样的 我妻子她是一个 比较非常内向的人 她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她不会去跟你表达 有的时候她生气 我讲心里话 我甚至我都不知道 我是哪里做错了 你花一万七千块钱 打赏之后 你获得了什么 你可以简单的 我给你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心里很快乐 第二个是你觉得 生活当中无法抒发的情绪 找到了这个女主播去宣泄 第三个 第二个 你第三个都不用说了 就第二个 就第二个 就是我花一万七千块钱 其实是我宣泄 我生活工作当中的压力 是这个意思吗 你们爽 如果你没有被发现 没有被抓包的话 你还会继续打赏 这个女主播吗 不会 不会 假心的话真不会 为什么 是银行卡里钱不够了吗 还是说你突然就醒悟了呢 我觉得我不太认同 因为我这个人 我不管是玩什么东西 我都是那个 负了那个劲了 你获得了 明白了 帮客家刚才也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就是怎么挽回我跟妻子之间的关系 李老师您给一些建议吧 你是顾比诗词 你在外边看到人家什么PK的时候 若是啊 你就去帮人家 你顾及另外一个女性的生活感受 看到她需要得到帮助 而自己的妻子就在身边 而你却没有去顾及她的感受 也未曾主动帮助过她 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伤人的 还有一个就是 你把你对于你妻子的期待和要求 你也要跟你妻子比较明确的提出来 你说其实我看主播的这个搞笑 很消遣 那么我也希望生活当中 我们多一些互动 因为我工作很累 你做家务很累 我们两个多互动一点 比如说我们两个共同刷个剧 我们两个去看个电影 或者是做些什么 那么这样呢 你也消遣了 我也消遣了 你也补充能量了 我也补充能量了 这样咱俩都没有闲散的精力 去搞七搞八的 我平时挺明白的 但是我没有这种能力 去改变她的想法 你觉得这个搞笑女主播呢 很弱势 坐在我这听 我会觉得一个全职太太 十年带两个孩子 每天给两百块钱一天 和坐在那个电脑手机前面的 那个女主播而言 你觉得是你的妻子更弱势 还是那个女主播更弱势 你搞清楚没有 在你十年的婚姻 现在出这些问题 我觉得是一件挺好的事 是能把你婚姻当中 所有需要去改变的 两个人的相处关系 去暴露出来 是一件很好的事 你要注意你的身份 是有家世的 这个女主播给了你一种 保护的欲望 她马上要被打败了 你给她充点钱 但她是个搞笑女 我没有别的坏心思 我认同 我相当认同 因为我也做主播 我也被打赏过 我也赏过别人 那这样的心理可以 但是你保护了 不该保护的人 你得避嫌 你是有老婆孩子的 你错就错在 你跟这个女主播 聊了家丑 你不跟你老婆聊 不跟你兄弟聊 不跟你这个身边的朋友聊 你跟一个女主播 去聊这个事 好 这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你就犯了这个错误吧 同时 你刚刚一直说 你的老婆性格比较内向 但我觉得你定义错了 我认为 是你老婆每次想表达的时候 你在那加个饺子看手机 这个人好搞笑 给他刷点钱 你老婆失望了呀 他不想揣口说了呀 所以我觉得现在 你有这么几点需要做的 第一 家务活什么的 最基本的 你需要去做 那第二 你要表达 你真的错了 这个东西以后不会再碰 而且你要时不时的 主动出击找你的妻子 不能等你的妻子 想找你说话 他不会找你说话的 他这个气消不掉的 你得主动过去 跟他聊一聊 把当初你刷火箭那个劲 放在妻子身上 就能够刷成了 好的 邦克家 那我们刚才 三位倾听嘉宾 都给您了一些建议 在直播间当中 有一个漂亮的许愿树 你比较认同哪一位嘉宾 对您的建议 我们就让他写下许愿牌 然后呢 把心愿挂在这个许愿树上 您看一下哪一位嘉宾 比较能够说到你的心里去呢 我觉得第一位吧 李老师 我的心愿就是 一家人信心服务的 顺废教学 那我给你的提醒吧 同时也是祝福 就是夫妻两个人 如果能够携手走余生的话 情感上一定是双向奔赴 所以我把双向奔赴 写的这个牌子 那我们暂时就把电话挂断了 让我们李老师呢 稍后会把这个许愿牌 挂在许愿树上 希望你的婚姻生活 能够双向奔赴 好吗 谢谢你来电 再见 很多的网友 其实也在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的 互动讨论过程当中 有网友说 删聊天记录 那就是心虚了 还有朋友认为说 这哥我也受不了啊 还有小苹果认为说 一天两百块日节 这种日子太难受了 每天都得手心朝上 另外还有朋友 他说这个男的 如果没有被抓到 只会越来越沉迷 这是下了一个判断 当然了 这位朋友 邦克佳他认为 他说我不会的 对吧 如果大家还想继续 跟我们来讨论聊天的话 你也可以打电话过来 跟我们倾诉 我们的直播热线是 079188340791 接下来我们接听 今天的第二通电话 喂你好 这位朋友久等了 请问怎么称呼您 我姓刘 刘先生您好 请问今天有什么事 想要跟咱们聊一聊吗 就是刚刚失恋了 想去挽回对方 但是现在有一点 自从策畔 他在老家 然后我在深圳上班 一直是异力 那你们练琴的维持 是靠什么呢 微信跟电话吧 几乎没怎么见面 三次吧 就圈杰 一个手数过来 端午啊 还有国庆吧 是什么时候谈崩的 感情出问题的话 是在七夕那一次 在七夕之前 也经常给他寄一些吃的 但是我每次买的都不对 他都不喜欢 然后当时手头比较紧 因为买了房 然后要付装修款 手上没钱 就花了520块的红包 然后我就买了个银箱 但是他看到那个银箱 就很生气 说这个项银 他说很好 他说是我妈 才能看到这样的项银 他就说我情商很低吧 就因为这个事情的话 就走下坡路了 一直就僵持到了 那国庆吧 其实我们年龄都很大了嘛 我都35了 他34了今年 他父母的话 就是想到 我们谈那么久了 又是一斤店 真怕我们又谈不下去了 要买餐厅 然后要告诉所有的亲朋好友 说他女儿要出嫁了 就是好事相近了 我感觉是他父母逼他的 我去问的时候 他的那个情绪已经很笔触了 他就觉得我情商很低 我说你觉得我太啰嗦了 要么我们用那种问答的方式吧 我问一句 你就回答yes 或者漏就可以了 我就说了一句 你爱不爱我啊 他刚才就很火了 漏 他说只有白痴 才会问这样的问题 确实 你认为他是真的是不爱你 还是说 他只是否定你这个游戏 是真的 你觉得他是真的不爱你 嗯 好吧 这个事情之后 就我说了yes alone 那个问题吧 他妈妈已经退了5000块回来 说我跟他难沟通 就你有没有具体做哪些事情 尤其是女朋友给出你答案 说我不爱你 no之后 有去做过情感咨询的那些老师嘛 他就说 你可以去他家跑一趟 然后呢 跟他们说一些话 重新建立人设啊 什么的 发布园圈啊 有一些相处的 就给了你一些方法 是不是 对对对 这方法用了吗 用了 我10月8号去了他家里 我只是说把那些话写下来 然后呢 你说你有时间有空看一下吧 后面那天晚上也又发现了一个神操作啊 因为我妈跟家人那个钱里有了微信嘛 她就说觉得配5000块不够是吧 我花的钱不止这么多 她就问他去要几号的钱去了 就是你妈 放了王炸 那个钱的话 确实是不准快的 你妈妈这个 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 你前女友当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她就说了一句 我们两亲的 现在您的困惑是什么呢 我是想就是说 像我这种情况的话 还能不能挽回一下 这样我们现场三位蜻蜓嘉宾 看看大家有没有补充的问题 想要去问一下你的好吗 你为什么非得去挽回他呢 自己要付出了一点心力感情吧 不要落得两家人都这么难堪吧 当时您参加那个心理咨询 写的那一封信 大概有什么内容可以告诉我们吗 就是说 今天我过来不是打扰纠缠 参与爱以来 就给过我很多期待 留下过我很多美好的回忆 只是没曾想因为自己的问题 就给你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和感受 想对你说句对不起 也谢谢在这个时候 让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一直压抑自己来迎合我 可能我一辈子都不会明白 我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学着如何跟异性相处 很配得下来 我觉得很好 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让你重新认识我 这钱花得几 花了多少钱 这个恋爱大师的课 三四千块钱 我想了一下刘先生 你谈过几次恋爱 谈过两次吧 你这么喜欢他 你看上了他哪一点 因为你们总共只见过三次面 到了这个年纪的话 对于找女朋友的话 就没有多大的要求 他长得一番番吧 情商不高 你看万一他在看咋办 你说他一番番 一番番 然后他的说中午啊 就是做饭啊 然后我妈在做 他也会去帮我去做啊 要求太不高了 明白了 大家也都知道了 现在小刘的近况 就是虽然只见了三面前女友 还有没有能够挽回的可能性 问一下大家的建议 刘先生 我的建议就是 不要追 放手 我觉得你是 当代恋爱界的海明威 老人于海 你是那个老人 你在大海里面航行了 八十五天钓不到鱼了 终于 上钩了一条 但是这个鱼太大了 你hold不住 这个鱼也不想跟你走 你说怎么办呢 鱼都到我身边了 你就把这个线牵的这个鱼 挂在船边 跟你一起游 纠缠 羁绊 来回拉扯 最后这个鱼 被周边的鲨鱼全吃掉了 你筋疲力竭 这个姑娘 她不是喜欢你 我觉得 转个五二零红包 一个银项链 挺有新意了 那时候你还比较拮据 手头紧 我觉得能做到 也不错了 包括给她寄一些零食 小吃什么的 她不是不喜欢那个礼物 她是不喜欢你 你现在是谈一个没有基础的异底链 就像是一盘散沙 一年建三次 还没有基础 都不用风吹 随便走就散了 还要面对结婚 生孩子 养家各种问题 你有这片痴心 但是她不是那个对的人 所以我觉得 放手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我今天支持你挽回 但是挽回的目的 不是说一定要得到它 而是让自己更好的审视自己 鉴于成长 让自己接下来 要面临的一段感情 可以更靠谱 更真实 不管你是35也好 还是她32 34也好 你为了结婚而去结婚 你下一段感情 可能还会很糟糕 你这个问题 其实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要判断 你到底应不应该 去挽回这段感情 第二个才是 应该怎么去挽回 一段婚姻 如果能够持续下去 不是因为喜欢对方的优点 而持续下去 而是因为能够包容 对方的缺点 你声明说 我都这年纪了 我对婚姻的要求不高 我对对方的要求不高 但你别忘了 你要求不高 对方要求高 他很多次都在说你的情商低 他对你的要求 恰恰是你的短板 那他是不能包容的 你觉得你俩合适吗 不太合适 就是 这事儿 那咱就不要去探讨第二步了 你要记住 你到了这个年龄 你对婚姻要求不高 那你就更应该找一个 能够包容你短板的 愿意真正踏踏实实 跟你过日子了 那你觉得以上 这个三位嘉宾的建议 你觉得哪一位 对你来说更实用呢 就刚刚说那个 老人一海的一位老师 韩俊 好嘞 那你说吧 你有什么心愿 我们把心愿写在许愿牌上 让韩俊帮你把许愿牌 挂在许愿树上 希望你可以愿望成真 虽然我可能不太适合他 他也不适合我 但是我的希望化解误会 然后握手言和吧 又要留个格局打开了呀 这个很好 可以 给你写个暗号 好嘞 行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再多聊了 小刘 希望你的愿望可以实现 也希望这段感情 有一个善终 好吗 再见 小刘 刚才小刘那个电话呀 我突然想到 现在流行一个词 叫做钢铁直男 是吧 就说明一些男生啊 他可能不太能够懂得 女孩子是怎么想的 甚至女孩子有一些 说话的语气呀 一些眼神行为呀 他没有办法能够 真正的领会到 女孩的意见 所以呀 我们今天 金牌夜线首期 恋爱小课堂 正式开课 我们来问一下韩俊 有没有什么方法 跟大家交流一下 方法肯定有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我的小经验 小技巧 同学们好 这里是金牌夜线 恋爱小课堂 我是韩俊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题 约会时 女生问你 今天我有什么不一样 如何回答 老师 我知道 请讲 今天 你和昨天一样漂亮 还有代替高知识 和及格分 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首先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她的细节 在于面部的三个地方 眼睛 唇色 和 耳追 这三个地方随便找个夸啊 如果 答对了 皆大欢喜 但答错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说 今天 你眼里的我 比昨天 更爱你了 走 我们吃好吃的去 这是第一题 我们来看第二题 微信聊天 女生总是回 哈哈 是什么意思 首先 发呵呵的话 就表示 这个女生已经开始发口头警告了 证明 第一 你的话题 没有含金量 没有剧 第二 我确实在忙 但是你一直烦我 让我变得有些无语了 表示一种低落情绪 回哈哈两个字 很大概率是代表 你说的笑话 根本就不好笑 甚至有点冷 如果回 哈哈 哈哈 三到四个哈 这表示你的笑话 其实还可以 但是 女孩真的开心的时候 她会回 哈哈 回答很多的哈字 才是真正的开心 懂了 原来是要四哈以上 才代表开心 是的 四哈以上 才是真的开心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通哈膨胀 哈字越来越不顶用了 哈字越多 才代表你的笑话 抓到这个女孩的方心了 我们来看下一题 哎哟 过节的时候 该送女生 什么样的礼物 买个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粉红色的口红 可以吗 经典直男色 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但是 但是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送女生礼物 需要讲究 告诉你们一句话 记好笔记 妹妹 看频率 姐姐 看需求 如果说 这个女生 是一个心理年龄 比较偏小的 可爱的女生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要注意了 你送的礼物 可以不用那么的贵重 但是 要保持一定的 数量 比如说 每周都有不一样的花 和花语 她会觉得很浪漫 很新鲜 但如果这个女生 心理年纪比较大的话 比较成熟 知性的话 这个时候 你就要看她的需求了 如果说 她比较喜欢 这个有心意的 积木 城堡 手工制作品的话 那么你可以自己 拼好给她送 如果喜欢包包啊 鞋子啊 那就好好努力 给她买一个 心意的礼物吧 所以各位 课堂虽好 但请各位 因地之仪 结合自身 毕竟再多的套路 网都抵不过 我们的一片真心 好了 下课 接下来我们准备 接听下一通电话 喂 你好 这里是金牌夜线 我是主持人塞纳 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蓝星 蓝星你好 请问是有实际 什么事情想要跟我们 聊一聊吗 我很困扰 很困扰 就是有点焦虑 好像有点抑郁 是什么事情 让你感觉到 这么焦虑呢 去年的时候 发现我老公出轨 离也离不了 过也过不好 我跟我老公 结婚已经有 二十几年了 一次开了一家工厂 2021年的时候 有一次 我们厂里的一个员工 在跟我聊天 说有一个老板 出轨几年了 老板娘都不知道 然后就问我 说老板娘 你有没有查过 老板的手机啊 你要不要回去查查看 我真的回去 去查了这手机 看到了一个开房之路 他然后跟我坦白了 确实跟那个女的 就是我们厂里的 一个员工 去开房了 是你厂里的员工吗 对 他也答应我 说断掉 那这位女员工 她最后的去向是怎么样 还依然在你们的场子当中吗 被我开掉了 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 我发现 我们两个卡绑定在一起了 家里的操餐 一切五百分钟 半个月左右 就用差不多了嘛 那以前的话 每个月都用不完 那我就觉得不对劲嘛 我去把那个通话之路打出来 一看 跟那个女的支付 每天都在通电话 当时真的就崩溃了 我就控制了 我就跟他在营丁外面 就大吵了一架 儿子他们也都知道 所以他也发言 儿子他们说一定会跟 在这之后 他就跟私恋了一样 整天就跟我缓不走走的 对我有好像有怨恨一样 动不动就跟我吵架 两个月前吧 他出个的那个追加 打电话给我们厂里的同事 说他离分了 从老家回四周了 那您现在的困惑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到底该离婚 还是要怎么修复我们时间的关系 不知道这只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了 很彷徨 我们问一下现场的几位倾听嘉宾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补充的吗 你为什么可以原谅 我觉得这是借口 就是蓝星 为什么 因为你孩子上大学了 接下来又会成家 成完家又有孩子 用你这个逻辑 你这个婚离不了 我是觉得他除了出轨这件事情 让我不能接受疑问 他也不算那种太坏的男人 你认为他不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是利益吧 还有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家里的给他的压力 不能分割是吧 他父母不准他离 还有的话可能也就是没有遇到更好的吧 也就是说你在告诉我 他不离婚没有一点是因为你的 蓝星啊 你自己得有一个最低的底线和原则 因为这件事情 它可能还会再次发生 你持续性的往后撤退是没有用的 你只会让自己的伤痛越来越深 伸到最后 你可能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你会更加的忧郁 你是在折磨自己 所以抛开你身边的这个所谓的 你认为还不是那么坏的男人 我给你最好的一个建议是什么 先爱好自己 别折磨自己 别因为一个这样的男人 让自己痛哭流涕 不划算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 蓝星姐在很难过 都哭了 你感受到了什么 就是因为太委屈了吧 然后所有的世界都压在这个心里 没有办法倾诉 蓝星姐 确实很委屈 您哭没事 这个时候不用憋着了 因为这里就是您的一个树洞 您哭出来会好很多 谢谢您的理解 我们也在听 不用理解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今天您有这个勇气 把这个话说出来 把这个故事说出来 发泄一下 是一个很好的事 因为平常您真的可能没有一个人 可以去倾听您的这个压力了 我知道现在您面临这个离婚的选择 谁不想离啊 碰到这样的一个事 真是太恶心人了 但是您有您说的孩子 家庭 这个场子的各种社会关系 错综复杂的一种联系 对没办法 因为工厂还开着 是吧太多事情了 离不离婚我们再说 就算您现在是逆风 但是我们依然有机会翻盘 我建议您啊 现在第一 倾诉一定要倾诉 像今晚这样的 您哭出来会好受很多 但是第二天您要想 你现在就要开始 找寻一切可以找到的 法律的援助 找到那些所谓的证据 您可以不离婚 但是您一定要抱着 面对离婚那一天 决战的准备 一定要准备好 这是我所谓都有 有哈 好 那您就是还恒不下这个心 来先哈 你虽然说了种种 你不离婚的理由 一个离不起婚的女人 她是没有任何能力和条件 去解决丈夫出轨这个问题的 你抑郁这件事情 要么你去找一个专业的心理老师 去做一个心理疏导 要么你增加和拓宽一下 自己的情绪宣泄渠道 比如说去K歌啊 去跟闺蜜聊聊天啊 或者是跳舞啊之类的 总之能够宣泄你情绪 并且能够补充你能量的生活项 你要尽早加入进来 要不然真的会疑 好吧 好的 蓝星 我们现场呢 有一棵漂亮的许愿树 然后这个许愿树上呢 挂着很多的许愿牌 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想要把它写下来 挂在这棵许愿树上 你比较认同哪位嘉宾 给您提出的建议呢 刚才第三位老师 可能就是特别触动了我的内心 就是把我心中的委屈都说出来了 好的 那这样 您有什么心愿吗 我们让李老师帮您写在许愿牌上 然后挂在许愿树上 我希望未来 就是有获得幸福的能力吧 好 这个电话没白打 打明白了 你场子都能开 你什么做不好呢 你肯定是可以的 好不好 蓝星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是我们就不再多聊了 好吗 蓝星 再见 好的 谢谢 在婚姻当中的女人 一定要保守好自己的底线 爱护好自己 爱好自己是所有的前提的前提 对对 不管是女生还是男士 其实这个底线 都不能因为这个感情 而一滴再滴 对不对 我们滴到尘埃当中了 离不起婚的执念 就化低为牢 对 然后你看到什么 我都觉得憋屈 我自己还不从这憋屈里跳出去 那你说谁能帮得到的吗 对不对 是是是 我们可以为爱弯腰 但千万不要为爱下跪 这样的话得不偿失 并且最后 它让我想起了这些最近很火的 王宝穿挖野菜 这中年恋爱脑 擦亮双眼 不要被恋爱冲锋的头脑 好吗 爱自己 一定要爱自己 是的 要做自己 是不是 让倾听有价值 让倾诉有归诉 如果说你也像很多的朋友一样 无处倾诉你的小小心事的话 不妨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倾听我们的金牌夜线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